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來示範一下我是如果使用華為的MacBook 1 搭配了MacBook Pen來做一個教學攝影 攝影教學上的一個示範 那我是一個攝影老師 那有說課堂上學生提的問題啊 通常都是有的時候會比跟今天課程比較無關 這個時候呢我也不可能說好放著學生問題不理 然後呢如果是我的那個網站上有教學的話 我就會直接打開網頁找到相關的教學 來跟直接學生做個互動 但由於說那個網站上的文章或圖片 並不是像PPT 對於學生這樣上課的一些效果 多少會有一點點的影響跟落差 那就像是有一堂課有學生問我說 老師極光怎麼拍 那唯有文章我就可以在課檔上 來跟學生做個直接的互動跟討論 可是呢如果說你今天不是我課堂上的學生 你還是可以看得到這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這樣子慢慢看慢慢看慢慢看 你會發現裡面的字很多 紅字黑字加粗 甚至還有綠色的還有藍色的 你要得花點比較多點時間 才能把這篇的極光的拍法給讀完 按照我的經驗讀完這一篇至少也要花上10到15分鐘 還不見得能夠長得那麼清楚 就好比是說我這邊有提了一個 我蠻覺得還蠻不錯好氣的原則 那個原則叫做448原則 然後呢當你學會這448原則後 未來你自己要去拍極光 其實就很簡單 但是今天不是要帶大家來看 只是說文章規文章透過我的口語跟我的書寫 可以讓這張照片可以 這篇文章可以解釋的更快給我課堂上學生聽 好那448原則是什麼呢 448原則是你使用光圈4.0加4秒曝光加ISO8000就可以拍出一個差不多的一個參考照片 那接下來呢這個時候呢我就按一個Metapen的第二顆快速鍵 可以啟動Windows Ink 它直接做截圖 我可以直接在上面直接來跟大家來做個示範 電子白板的一個功能 448原則是光圈4.0加快門4秒鐘加ISO8000 我稱之下448原則 因為兩個4加起來就是8 所以說這樣子非常好記 你就可以拍出一個參考的照片 然後整個晚上呢 你就基於這參考的數字來拍極光 好 舉例說這就是我們今天參考的例子 那拍出這樣子的照片就大功告成嗎 其實還沒有 如果是說你希望畫質好一點 因為我們留意到我們ISO蠻高的 這個時候呢如果把快門從4秒變長到8秒鐘 這個時候呢我的ISO其實就要4000就可以了 繼續把8秒延伸到15秒ISO就要2000 繼續到30秒ISO就要1000 然後呢透過快門的延長ISO可以逐步降低 這樣怎麼畫質就可以提升 這是第一種拍法 第二種拍法我們用黃色好 第二種拍法是你透過把光圈變大 增加進光量你的ISO就可以減少 我可以4.0變到2.8 這樣我ISO只要一樣 一樣就可以到4000一樣 2.8到2.0 我ISO就變成2000 如果你有到1.4光圈的話 ISO就要1000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透過這樣子 直接在我的講義上面 修正 直接在我的網頁上面 直接做書寫 是不是花不到一兩分鐘時間 就可以把整篇文章 就給你講完了 其實真的就那麼簡單 可是呢這樣子的照 這樣子的筆記 是有沒有辦法 透過什麼樣方式去存下來 可以的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按儲存 就可以直接存 PNG檔 然後呢這樣子就是一個把筆記存下來 或者是說有的時候呢 我通常都會再做個截圖 把這個畫面截下來 放到我的OneNote雲端筆記 這樣子的話 今天的上課的內容 我就可以留到下次上課 繼續再教 或是給其他東西做參考 所以說喔 這個Mate Pen 搭配了華為MateBook 1 這樣組合起來 在課堂上 不但能夠快速的 啟動電子白板 做個書寫的動作 同時呢 在網頁上 直接在上面做個畫 編寫 一個動作 搭配Windows Inc 真的是非常方便 以上的一個應用 給大家參考 謝謝